每天10分钟陪着孩子往前冲 嗨大家好 我是刘威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气体压力的故事 首先来复习一下 刘威老师头顶上有一颗球球球球 往下掉 造成了球球的固体压力 公式叫做A乘P等于F 好接下来刘威老师在水族箱里面 水族箱里面有水吗 所以很明显刘威老师的头顶上受到水压 这东西我们称之为一颗压力 公式叫做P等于H3D 应该也OK 好接下来右边那一个刘威老师在公园里面 公园里面只有空气而已吗 所以很明显刘威老师的头顶上 说要受到气体压力 我们称之为气压 这应该没问题吧 老师 气体压力没有公式吗 是的没有错 气体压力没有公式 耶 错了 孩子 振作一点可以吗 没有公式才是可怕的地方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三个小图形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求一个点点的压力的话 很简单 就看他点点头上或者点点上面有多少东西在压他 就像这个图形一样 刘威老师的头顶上有固体 他就是用固体压力 如果一体就是用一体压力 如果是气体就是用气体压力的算法 这样可以 记得哦 要该点的压力就是看他的上面有多少东西在压他即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验 气体压力的实验 首先那个人叫做托里接力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他当年呢 把水银装满了玻璃管跟水银槽 注意件事情哦 他装满玻璃管 所以整个玻璃管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空气 完全没有任何空气 接下来呢 他发现每次装满之后 那个水银柱就慢慢往下降 慢慢往下降 他不死心 他不死心 再把它装满之后发现 水银柱还是慢慢往下降 他就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去量发现 这个高度每一次都是在70公分位置就停下来了 所以托里接一开始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推测 这个76公分的水银柱 可能是由外界的气压所引起的 外界气压所引起的 他推测 他推测 好推测 好顺便提醒你一下 上面这个灰色的地方就是一个真空 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过嘛 这个玻璃管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空气了 所以 他推测一下跟其他科学家朋友讲说 哎 我做出来真空了 是真的吗 他是这样 是这样 好 回到这边 托里接力做实验 他推测 他推测 76公分 可能是由外界大气压力所引起的 OK 所以你看一下外界面大气压力就是A点 A点 A点就是头上有空气而已 所以你受到一大气压 他会受到一大气压 这没问题 那B点头上也有76公分的水影柱高 那他推测嘛 同一个水平面上压力均相等 所以我A点压力等于B点压力 A点压力等于B点压力 所以我可以确定了 A点压力是一大气压 B点压力是76公分水影柱高 所以推测结束 故一大气压等于76公分拱柱高 库里接力这一个时间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之前的人全部都不知道有大气压力存在 他是第一个推出大气压力有存在 而且他经过计算之后可能是大概多少 他是第一个说出来的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所以为了他纪念他 我们把这个真空称之为托里切力真空 他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他是专有名字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顺便提醒你一件事情 托里切力的实验里面呢 因为他发现他的高度 垂直高度永远是76公分 不管你是哪一个方法 不管玻璃管粗还是细 把它直放还是斜放还是超级斜都一样 他的水影的垂直高度永远是76公分 啊当然 那一个76公分是随着外面的大家而改变 但另外就如果高的话 他的垂直高度会比较高一点 我给他翻车就低一点 这样可以 所以记得哦 不管怎么放垂直高度永远是外面的大气压力的高度 这样可以哦 好 所以做一个小节 做一个小节气压 没有公式没有特定方向 他唯一的方向就是跟接触面保持垂直的概念 跟我们的议题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接下来就是一个ATM等于76公分拱住高 呃同学振作一点好不好 不要说老师我会了一个提款机不是的 ATM不是提款机 ATM是一个缩写 它是atmosphere的缩写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气压力 OK一个大气压等于76公分拱住高 或者是一大气压等于1033.6GW除以实验平方 老师为什么出现怪数字的1033.6GW很难ban呢 不用紧张 你如果有议算机按一下 你会发现1033.6GW除以76 不多不少就是13.6GW 请一下13.6GW还记得吗 13.6GW是谁的密度 就是水影的密度啊 就是水影的密度啊 所以很简单很简单 我比较请向同学 你只要记得一大气压等于76公分拱住高概念就好了 那如果换算成水柱高的话 就是76乘上水影的密度 76乘上13.6GW算出来一定等于1033.6GW 这样可以哦 好最后中文解法一大气压等于76公分水影柱高 或者是水柱高都水影柱高或者是水影高这样可以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经典的脱里切粒的题目 他就外界为一大气压 是求各点的压力好各点压力 基本上呢我准备的六个点点P0 P1 P2 P3 跟P4跟P5总共有六个点点 好六个点点 那个P0 P1不是停车场 OK不是停车空间 不是的 是Pleasure Pleasure 好开始来做了好开始做哦 记得现在做题目之前呢记得概念 看点点的压力就看他头上有多少东西啊 如果没有呢就用相同水平面上压力军伤等的概念下作 就是两个方法而已哦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P0就最左边的管子 嗯 左边管子的水影柱高是76公分嗯 符合当年脱里切粒的实验 所以P0应该就是脱里切粒真空 所以P0等于0结束非常简单 好再来P1嗯 嗯老师我刚刚跟我讲过看他的头上有多少东西 所以P1头上只有一大气压 所以P1就是76公分工作高结束了老师很简单 没有错真的很简单 OK 可是看一下中间那一个管子嗯 P3嗯老师我不知道 P2嗯看他头上有东西嗯老师 P2头上有有水影柱其实46公分的水影跟P3嗯 嗯因为P3不知道 所以P2也不知道老师我不会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学习 好学习 开始哦 没有办法直接算了说就用什么去第二个方法 我刚不讲吧 因为P2跟P1 P2跟P2 P2跟P1 你不发现它是一个同样水平面上压力迅向的概念 所以P1我知道了嘛 所以P2应该也知道 所以P1等于P2等于76公分水影柱高结束 就这样算出来的OK 没有办法直接算的时候我们就 请别人帮我转就 帮别人用别人方法来算嘛 这样可以 所以P2出来啊 P2等于76公分拱住高 啊请一下P2出来之后P3可以出来吗 也可以哦也可以哦也可以哦 为什么 因为P3其实就是P3加上46公分等于P2嘛 对吧 所以很明显看去写哦 P2上面有P3加上水影 所以利用P2等于76公分拱住高 等于P3加上46公分拱住高 所以很明显P3的算法其实就是 76减掉46等于30公分拱住高结束了 好结束了 这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基本上呢中间那个管子就是涵盖 绝大部分的这一种 脱离切片的题目的算法了 ok如果不能直接算的话就用相同水平面上 压力均向的概念下手 这样可以哦 右边的管子一样哦 一样的算法一样的算法 你会发现 右边的管子P5跟P4 嗯P5不知道啊P4也不知道 不是我不会 还是那句老话 还是那句老话 P4你很明显嘛 因为我没有办法直接算出来P4 但是我利用相同水平面上压力均向的概念 所以我在P4的左手边设一个黄色点点 一直闪的黄色点点 PX ok 所以你看写的是PX等于P4 这样可以哦 啊请一下你不会算P4没关系 PX总会算了吧 请一下PX头上有什么东西 有76公分的气压 加上66公分的水银嘛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我P4就等于PX 啊PX不就等于76公分 加上66公分 加起来等于142公分 拱住高结束了 好结束了 P4就算出来了 P4就算出来了 啊最后一个P5也可不可以算 很好算的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谓的P4 头上只有P5而已嘛 没有任何气压 所以P4的压力 就是P5所造成的 所以P5的压力 会等于P4的压力 会等于742公分拱住高 结束 好结束 就这样而已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题目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嘛 这种题目就是脱离切片的题目 两个算法要嘛就直接算 直接算他头脑的东西 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算出来的话 我们就用 相同水面面上 压力倾向的概念 画一条水面面上 然后去找其他点点 以其他点点算出来之后 那个点点也马上算出来了 这样可以哦 这个题目 这一个影片 你要认真看 一直反复的看 一开始看可能5成懂 接下来 接下来接下来 可能7成懂 8成懂 到百分之百懂 把这个观念内化成 你的压力的概念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学习 好这样子真正的学习 这样可以哦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 告一个段落了哦 拜拜